Hello,大家好,我是阿宁 今天真的好幸运 在这里遇到小胖 我朋友,然后 他们今天就是这边房车 各种各样的,还有其他做自媒体的小伙伴 看,这个小姐姐 他们的自媒体的名字叫做 迥游夫妻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 人家开一个越野车,然后两个夫妻 一直旅行 我觉得特别好 给大家看这辆帅气的木马人 他把狗狗包上去来火炒 你做饭 我先把肉切好 等一下炒个辣椒炒肉 小胖他做两个大菜 我就做些小菜 我看了脸 所以我知道你卖虫草 而且 这本来出来的 还在还钱 大家全国人民都知道我欠债了 我那天看到你欠债 我都在跟我来 我说你欠这么多钱 昨天才知道小黄跟我们说 有鞭子 你们怎么能开这么一辆帅气的木马人出来 这个才是他的 好吧 好尴尬 我也好尴尬 没事 走 走 我去 你那天就把我的鸡 哎 我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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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你喝还是喝 我尝一下 这是尝一下 狗狗不能吃太甜的 辣子鸡 这个可以直接就炖豆腐就好吃了 要开始做饭了 我是流着口水拍的 这是我们山西的花椒 一打开好香 这个花椒 嗯 是 深圳啊 香港啊 买成好多粗 天哪 为什么呢 这是 拿去洗衣 洗衣啊 再丢进去 天哪 我 我虽然在拍着这个东西 但是我头还是有点晕晕的 我觉得这一次已经算是很好了 我以前就是 像头痛要痛三天 四天 甚至五天 我这一次 第二天 这个样子的反应已经算好的了 我家里不严重吗 是吧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过这么重口 吃了 干饭了干饭了 我们都是来自无私海的干饭人 看了这个酸菜鱼 然后在瓦斯炉一会吃火锅 然后 这里是辣子鸡 然后这个还有辣肉香肠 哇塞 小姐去给你做啊 谢谢 我现在是在高饭中吃东西 太冷了我咬了这么多饭 因为好好吃饭可以有效的缓解高饭症状 我已经是第二碗了 我今天挺开心的 因为本来我到拉萨我是打算 就是独来闯了 但是居然遇到朋友了 我觉得真的今天能在这里吃这么一顿饭 挺好的 真特别好 谢谢大家 永场天涯的日子 咱们比赌一半 拜拜